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啥的 吃啥的 要不然你吃啥吗 你还想吃啥吗 公司乌台北京 那是一个客有名气的营养死呢 他做饭客好吃呢 他这两天正在俺家做客呢 我让他吃过来 然后给你做点好吃的好不好 这家城里人的大师傅是啥样的吗 哪是大师傅 那是大营养死 大营养死 营养死 他是谁呢 要把你们俩先回到座位上 这大营养死是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宁三牛鞭医院的张燕老师 对啊 就好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感到秋天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玉米嘛 然后你也不能说天天吃炖炖吃 有的时候真的会吃腻了 看看郑老师有什么特别好吃和营养的做法 原来就是玉米嘛 对 我们来炒 行不行 这个呀 炒玉米粒吗 对呀 我们这个呢 就把这个鲜玉米粒包下来 别放油 千万别放油 就是这样的玉米 对 把粒包下来 对 不放油 不放油 那怎么炒啊 就这么炒 担着炒啊 对 那我告诉你奇迹会出现 你知道是什么奇迹吗 出现爆米花 那是爆米花 会 但是我刚才就会变成爆米花 不会 甘玉米会变成爆米花 我都被你带沟里去了二斗锅 你知道这么炒会有什么现象 如果你要是想不到 你可以借助观众的力量 这会变成什么样啊 甘草玉米粒 对呀 这炒熟了呗 变了吧 因为它没有油啊 会变了 会变了 把水分炒掉会变变了 没有水分了嘛 变成像瓜子一样 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糊了 还会怎样啊 炒得起来吧 就炒熟吧 那我告诉你 咱们这个火吧 就是有点太旺 我昨天在家用煤气火 小小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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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就这么炒 炒成这样子 你现在看这点还有个什么感觉 糊了呀 有糊的地方 有没有亮的地方 有的 我还以为你 我还以为你 放了油 让大家好看 对了 你说放了油 那我告诉你 我没放油 它出来油了 玉米油 对 这么你炒完了 用家里的那个小火 这个火不太好炒 就那个家里的那个小火 炒完以后 你知道吗 把玉米粒盛出来 你要是煎鸡蛋 不用放油 玉米油出来了 它能递出来油啊 它不能去 咱们倒出来有个鸡蛋油 不会这样子的 我昨天呢 用了这么几个方法 第一次 我是用了一点点的油 炒完以后 坏了 这个玉米粒这个油啊 你就感觉腻的 油大了 对 后来呢 我就用另外一个锅 就是电饼铛 它是不沾锅 我就根本没放油 然后给它码平 扣上 给它点 就是它加热的功夫 和最后温度 达到一定程度 断电的这个功夫 你一翻呢 结果呢 这一面糊 这一面可能是就是 颜色稍微欠一点 你可以一翻 关键是 电饼窗里头 一层油旺旺的 就像是你放了油 没用完的那种感觉 这个炒玉米的 这个 当然咱们这个火太大 你就不好去吃到 自己在家不光能炸玉米 而且还能够吃到 用烫火烤出来的那个玉米 就是烤玉米的那种香味 你看尝一下 有没有就是 油旺的 它不是说 吃玉米 摸摸吃烦了吗 现在有点凉了 但是像是烤出来的时候 就屋里头就是烤玉米的 它那油旺的味道呢 很漂亮 我觉得有点 那个齿颊生筋那种感觉 真的 真的 炒玉米的 你看咱自己家不能 制一炉子烤玉米 也不能用那个 煤气火烤玉米 这种方法就能够吃到 烤玉米的香味了 每个家庭是很方便 是吧 很方便做 就一口锅 玉米OK了 张老师 太棒了 你现在终于把二狗哥给征服了 太棒了 谢谢 很崇拜他 谢谢 张老师 先请您落座 这个玉米大丰收的时候 我们也建议您多吃一点玉米 为什么呢 因为它对某些朋友 这个帮助是很大的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 对谁有帮助呢 我们看一下玉米对预防哪一种疾病 是有好处的 如果您通常有这种矛盾呢 就可以多吃一些啦 像便咪 口腔溃疡 还是胃溃疡呢 看看大家是否能够选对 我说啊 经常吃东西的时候呢 总是说 吃什么补什么 你说这玉米 补牙口 补牙口 就特别有那种 口腔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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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清清姐咱能把这披头散发的 这个玉米弄得干净些吗 看什么 这个不能忍 这个不能忍 好 那我们看看大家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 对什么疾病有好处呢 大家都是观众觉得 是不是对便秘啊 有一些预防的作用呢 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 多吃玉米可以 预防的是 有这么几个条件 从它的成分上去讲 第一个玉米我们把它叫为粗粮 就是因为它的膳食纤维特别多 所以有很多在有胃围养病的人 一定不要让它吃玉米 就是因为它的纤维太多了 而且纤维相对的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刚才讲 就炒的时候都能有一点油出来 那你想我们做玉米培牙油 这个油特别多 是吧 说明它里头呢 还有的一些脂类特别多 脂类也可以有润变的 这么一个作用 另外一个呢 就是玉米里头还含有一些 特殊的一些化学成分 它对肠蠕动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所以呢它对便秘是有好处的 在排比式的 那除了帮助便秘以外啊 它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功效呢 有啊 因为我小时候老是听我的外婆告诉我 说煮玉米的时候 这个须须不让我扔掉 对 说让我放在一起煮 但是我是听了她的话放在一起煮 但是我并不知道到底还有别的什么功效 老人家好有生活经验啊 那玉米呢 刚才说的这个毛毛这种须子 其实它有非常好的利尿作用 它也是一位宗教 所以呢有很多人 我们特别建议 我们在煮玉米的时候的玉米水 给谁喝呢 有一些血压高的 或者有一些慢性尿路感染的 这些人 我们建议他们去喝 有一定的利尿作用 玉米里头呢 含有的 卫生素E特别多 卫生素E是个子容性卫生素 我们常说的油很好 所以它是油是另外一个方面 但是子容性卫生素的E也很多 因为卫生素E在过去叫生育分 所以在很久以前呢 我们没有这么多的 这个医学知识的普及的时候 在农村有很多老人 当当年娶了儿媳妇的时候 秋天下来西玉米的时候 一定是把它不要乘老棒子 这样的时候可以肯清的这样的时候 就给它煮熟 晾在它的房梁上 像看我们刚才那时候晾 等到了冬天没有这个西玉米的时候 就会回锅里一煮 然后就会给它儿媳妇吃 不给别人吃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好吃啊 过去都拿它当粮食 不能这么不成熟的就掰着吃 这时候给它儿媳妇吃呢 就是想让它能够早生孩子 其实呢就是里头含有 比较量大的这种维生素E 那你说老的也有 老的也很多 但是它不好吃啊 所以呢就选择这个新的玉米 到了没有的时候 让它啃着吃 哎呀觉得很好吃 所以呢它里头还有维生素E 特别多 在以前呢都是家家户户 好多玉米都可以挂在自己的房梁上 房梁上啦 或者院子里啦 那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生活都改变了嘛 那家家户户尤其是在城里啊 很多时候也想多买点玉米 因为到了冬天可能新鲜的玉米 也不是那么好买了 那怎么样去储藏呢 是不是放冰箱就可以放很久 放冰箱可以放很久啊 但是你想过没有这玉米棒 你要是储存一个玉米棒 你能出来的吃多少 对啊 那个棒子你不都要丢了吗 我是怎么做的 就是我到了晚上去买 收摊的时候相对的便宜 你太快过日子了 回来呢我就去给它煮了 煮的不要它特别特别 就煮熟就行了 然后呢我除了吃了 我就开始包粒 把这个粒包下来以后啊 我就是比较大一个袋装的 放在冰箱里一袋一袋的 我有一个这个冰箱的这一层 就全都是玉米 觉得到那时候真的觉得冰箱太小了 是把它冷冻起来是吧 冷冻 这是第一种方法熟的 这样子的话呢 你可能有那么多的玉米 只能有这么多的粒 因为棒子没有了 对 中间那个 对吧面积 这样的话就是省了冰箱的空间 这是第一种储藏方法 第二种储藏方法呢是生的 怎么样去生的去储藏这个玉米呢 也是跟那一个朋友学的 后来我觉得好极了 怎么做啊 怎么做呢 就像是这个玉米啊 像你包的那么干净啊 如果要是讲究一点的 专门有爆玉米的豹子 你们见过吗 没有 没有 见过吗 没有 上网上 一收 我见人家戳都是打两个玉米棒子 互相戳 那是老了 他这么一戳这个棒就 粒就下来了 鲜的有水分不行 现在有卖的 是个半圆形 和这个玉米棒 这个弧形差不多 这么突溜一突溜 正好就把这个粒 出留下来了 不过你要有时间 神气你知道吗 在这个厨房革命之后 你就发现 我的天哪 好多东西我们都不认识 没错 要粒楼底下 这个几圈有三圈 顶多四圈 就把这个玉米 就粒楼干净了 这么厉害 如果说你要不这么弄 你也可以去包 买得稍微老一点就包 我呢觉得这个熟的 只能包了 但是生的呢 你要不包 你就开始这么粒楼 有的时候 我也不粗了 我也不包 那我告诉你个办法 用刀切 就把这个玉米 别呀 立起来 这样就这么切 你这么把这个粒削下来 不就行了吗 然后呢 那就得带着一点点的 那个玉米棒子 对 带一点也没关系 因为那个它也不老 然后呢把它冻下 连姜 带这个东西 一块一袋一袋冻 这个袋冻 就是冻到小 冻成一顿吃的 吃多少 一顿一顿 就是你家里平时几个人 基本上一顿一顿的冻 干嘛使呢 做咸的玉米粒的粥齿 就比如说我炒 炒炒锅 炒点菜都可以 然后呢把这个玉米放 添上水把玉米放进去 然后就煮 咕噜咕噜咕噜就煮 它有一个浆出来 又煮出来 这个就熟了的时候 你可以放菜 可以放盐 可好喝了 看来保存的方法 真的特别多 对 那咱们看看到了秋天的时候 除了玉米之外 我们专家还会推荐给您 什么样好吃的应急菜 第二个菜是 那我们就猜猜看好不好 市东龙像西瓜 恶作剧都用它 能猜到吃什么吗 吃什么东西 来我们把话筒 递给62号的观众 南瓜 它说的对吗 小老师 对 说的太对了 照顾还要送给您一个奖品 你看多大顿啊 是吗 咱今儿买来都是秀真的 那到了秋天的时候 咱们吃一些南瓜 这个时候有什么好处吗 实际啊 南瓜太好了 特别想推荐南瓜 南瓜对血糖 确实是有一定的好处 好处在哪呢 好处在它的成分呢 微量元素个 因为为什么一道糖尿病人 一定提到个 就是因为这个个 是合成胰岛素的 必须的 非常重要的 不可缺少的 这么一个元素 它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非常好 另外南瓜呢 其实它对我们的吸血管 对我们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减肥 美容 长寿 包括一些前列腺的一些疾病 和前列腺一些疾病的预防 其实都很好 而且像您提到 这个南瓜 它皮是那种橘黄色的嘛 就是因为它含了胡萝卜素 因为我们知道 好像胡萝卜素 对小孩的眼睛啊 视力啊 都特别好 对对 可以让宝宝多吃一些 我就有个问题了 你说就是 南瓜是个好东西 但是想让孩子多吃 其实是件蛮困难的事情 因为有些小孩子 他很挑食啊 像我的小孩就是 他不喜欢吃南瓜 那我用 多好吃啊 甜甜黏黏黏的 他就不喜欢吃那个 感觉的那种味道 是吗 那有什么办法呢 能让孩子多吃一点呢 我们看看刚才啊 晴晴姐提到一个难题 小朋友不喜欢吃南瓜 张老师是怎么解决的 好吗 来 其实解决的 非常简单 我们把一些水果 放到这个南瓜里头 他就爱吃 我呢 把这个去掉 把这个后边的这个根呢 也去掉 这样的话呢 它相对的就做下了 其实有特别小的小孩啊 他对这个吃的看形很重要 他一看见这个 这是什么 我想要 如果咱们现在的条件不好 我就把它切进去一块 弄成多碗 如果说在家里头 你为了让它好看一点 用那种水果刀 把它扎一个眼 然后切成这种锯齿似的 拿下来 就是一个锯齿似的 更漂亮一些 那这样的话 人西方的小朋友 就特别喜欢南瓜 万圣节的时候 每个人小朋友 都拿一个南瓜灯 去药堂吃 没错 这个还 要把里头的这个呀 抠出来 其实呢 这个呢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的 咱们现在呀 就是为了小朋友 我们去做一点水果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 我们在家里头 可以把这里头放什么 肉丸子 肉丸子 还有吃肉 排骨 对 肉丸子呀 排骨啊 包括一些菜呀 都可以放进去 对吧 可是张老师 外面这一层南瓜皮 是不是要稍微给它 削一削啊 不然会有细菌啊 不要 不要 这个都是洗净了 搁水一去 这很好洗 这样洗完了以后呢 如果你要把水果 放在这里头的时候呢 我建议你先把这个 南瓜蒸一蒸 因为蒸的快熟了 因为它蒸的需要时间长 水果需要时间短 像快熟了的时候 把水果放在这里头 就可以了 如果是你要是想蒸一些 稍微时间长一点的 怎么办呢 可以选择和它一块去蒸 比如说有一些肉丸子呀 有一些小的排骨啊 紧过以后腌好了 就放在这里一块去蒸 就抠这个特别好抠 一会就抠出来了 特别简单 我们提前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半成品 没错 这个呢就蒸成了快熟了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 事先切好的水果呀 秋天往往有的时候 会有灶啊 或者什么时候 就应记的水果就行了 比如说梨 我们可以放进去 里面要放水吗 不要放啊 千万别放 像这样的时候啊 我们把它盖上 盖上 为什么要盖上呢 因为它有水蒸气 水蒸气有时候进去以后呢 水果再有水 它是不是就多出来了呢 如果觉得怕这个盖掉 那我告诉你最简单的办法 夹链 夹链 拿它固定一下 固定的 就这样就行了 像这个盖子就很牢了 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 你就放在这里头 再一蒸 大约有个五六分钟 是不是水果既熟了 又把这汤融进去了 这个味道融进去了 然后呢 它也不那么酸 也不那么甜 根据你选择的 这个食材不一样 就很好吃了 这样小朋友拿出来一看 外形就想吃 再一看里头 哇是水果 他就更高兴了 对 如果你要是根据 小朋友的这种习惯不一样 或者身体状态不一样 你再可以挑上一些 别的东西 比如说 我能不能放上一点奶浇 可以啊 或者是什么 杏仁汁啊 核桃露啊 蜂蜜啊等等 都可以 还有 我能不能放上一点 气势之类的 往上做一蒸 它这里头呢 没有油 那我们把这种 放在这里头 搁在这里头 一弄好吃极了 真的觉得 要买球小朋友的话 就得像张老师 这么细心 非常非常地用心 好 现在时间已经可以了 好 哇 把这个味蕾让它好看 把它这么往这边一搭 就行了 来 在水果当中 会不会吃出一些 南瓜的味道 有啊 这个猕猴旁明显的是 已经软了 而且 而且还保留了 猕猴旁本身那种香味 但是里面又侵入一些 南瓜本身特有的那种味道 南瓜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我觉得真的很好吃 直接就可以拿勺子挖出来吃了 对 好 谢谢张老师 要交给我们一道 这种新鲜的做法 谢谢 告诉大家 这南瓜啊 除了吃之外 也可以外用 那它要是外用的话 您知道有什么作用吗 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这南瓜外用有什么功效 看看大家是否清楚 是能够缓解烫伤 缓解腹穴 还是能够缓解臊痒呢 来吧 请进行选择 那我们看看 我们非常有生活经验的观众们 是否清楚 看看选择啊 到底能干嘛 缓解腹穴 缓解臊痒 真的不太清楚 能够干嘛 无限级提示点 健康之路 精彩继续 玉米除了蒸煮 还能怎么吃出新风味 哪种红薯更甜糯 究竟是看外形 还是选颜色 营养师 带您巧吃巧做 秋季时定彩 敬请关注 这里是由无限级独家 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那我们看看 告诉大家 外用的话 南瓜就可以 干嘛呢 缓解 缓解 这个呢 实际是个 民间的厌房 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 是在我们食堂 这个 当时一个小孩 一不小心 把手烫了 当时烫了的时候呢 应该说 在医院很方便 可是他要说 上到门诊 这样很麻烦 当时有一个老人 就是在我们食堂 就算老的了 五十多岁了 那天正好有 人家这个老师傅 去拿了 把那个刀给擦干净 拿着光光 切了两片 根本就 因为切得薄一点 就没有时间 去给它处理了 就刮劲 就给它铺到了 它这个 烫的这个地方上去了 别动别动 就这么犯了 就这样 结果很快 它这就不那么疼了 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 但是不是这么用 它是怎么的 它选择老一点的南瓜 然后如果有一些烫伤啊 什么的 它就给它弄碎了 倒烂了 倒碎了的时候 把烫的这个敷上 它说你只要不破 就是起泡都没事 一天呼上这么 换这么两三次 有个几天就好 对啊 所以您看啊 生活当中真的是 我们也得做一个有心人 才能够发现 不光能够做出美味来 同时还有很多的妙用 我倒想起来了 北方其实到了这个深秋的时候 家家户户 尤其是小朋友 老人家都特喜欢吃的 就是一道烤地瓜 我一说出来的时候 都觉得心里暖暖的 特别的美味 那我们看看啊 真的要是自己在家里面 你也想吃上一口烤地瓜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何博士似乎已经准备好了 是吗 那我们让何博士 给我们做一道烤地瓜 是吧 来 邀请何博士 好的 小剑 我这里面 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这个红薯 那么还有呢 家里用的这个电饼铛 给大家烤一口 非常的简单 这里准备了好几种红薯 先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第一种 切开来 这种红薯呢 它是红皮白鲜的 这五种 然后呢 还有一种 这个呢 是红皮黄鲜的 这两种红薯呢 不一样 看一看 切下来 我还准备了这个小紫薯 这个紫薯呢 是有机紫薯 所以呢 大家看起来这个个头小 个头小 没关系 好吃就行 把它切开来 那所以呢 现在我的手里 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三种红薯啊 分别地给大家 一起烤出来 我们尝一尝 它的味道 是不是一样啊 锅呢 已经准备好了 把它均匀地铺开 然后盖上盖子 过一会儿啊 就可以吃了 那现在呢 我先把这个现场呢 就会给小鸡 待会儿我们来尝一尝 这三种红薯的滋味 哇 华小博士好贴心啊 知道我们现场人多 给我们烤了那么多种啊 但是我们都说啊 要烤红薯的话呢 最好就能吃到那种 黏黏糯糯甜甜的啊 那大家知不知道 什么样的红薯是甜口的呢 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什么样的红薯啊 是更甜糯的 咱哪挑到那种最好吃的 太芯了 白芯的 紫芯的 还是黄芯的呢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能够选的对 从小大小的在吃啊 街头巷尾的 那一个个大汽油桶炉子 一个个大磨炭烤的 那你发现总结规律 什么芯的更甜 黄芯的 金灿灿的黄芯的 而且烤的最后 它会有点流油出来 摸上去还有点黏黏的 它外皮 你是种红薯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你要看清楚 人家问你是 什么样的红薯更甜 他并没有说 这个红薯是一定烤来吃的 无论怎么做 都是那种的最甜 这个时候还真是 大家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到底什么芯的更甜多 我们看看大家的选择吧 这选什么芯的都有啊 可能黄芯的会占到多数了啊 那到底我们在挑红薯的时候啊 尤其是要烤红薯的话 什么样的烤起来更甜糯呢 看芯 看的是挑黄芯的 不管是烤的吃 还是蒸的吃 还是煮的吃 这个黄芯的 符合前面的那个题 更甜糯 诶 这去看烤出来的 就这种感觉 对 我们不是现场已经让何家博士 烤好了几种红薯吗 是不是黄芯的更甜糯 对 好不好 对 咱们亲口品尝一下 你怎么这么贴心啊 谢谢 谢谢 三种 白芯的 黄芯的 紫芯的 怎么样 真的很香糯 紫芯只有糯了 真的没有香甜那种感觉 没有甜 再尝一口白芯的 白芯跟紫芯一样 但是白芯的比紫芯呢 可能稍微更润一些 紫芯烤的有点干 但是白芯也同样是 缺少了香甜的感觉 所以经过验证之后 还真的是像张老师提到的 黄芯的是最甜多的 对 因为什么呢 黄芯的含糖量相对的高 而这个白芯的含淀粉量相对的高 所以这就是它俩感觉不一样 一般的紫薯呢 它含的花青素特别多 它的糖分和这个淀粉都不够那么好 所以呢 最好吃的是黄芯 那你看你面前放了那么多的红薯 那紫薯的好酥 一下就能够挑出去 对 那咱们怎么能挑到那种 特甜糯的黄芯的呢 那这样 这个首先看外边的颜色 看这俩颜色是不是不一样 这个发紫的一点 但它不是紫薯 凡是这种发紫红色的这种 一定是芯是白的 饭是这种有点像粉的 带一点色 但是比较淡的这种色 一定是黄芯的 一定是黄芯的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你看 就是黄的 但是这个黄芯的 一定要那么甜那么糯 在这个刚下来的季节 哪个也不甜 哪个也不用 因为老百姓的话叫混 就让它放一放 实际医学上叫什么呢 叫糖化的过程 当糖化以后 你发现这个红薯 到了深秋或者立冬以后 这个红薯软软的 糯糯的甜甜的了 刚下来的时候 哪个也没有那么糯那么甜 就是因为糖化过程还不够 这样 就是这样 玉米要吃嫩的 但红薯就要吃稍微老一点了 才甜糯 但是我们家呀 像我是爱吃 一点吃的也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我妈妈吧 她其实她已经很想吃红薯 她每次呢 想吃又不敢吃 看着我吃她很着急 有一次那个吃完 她吃完是不是不舒服吗 吃完是不是觉得不舒服 她觉得烧心的那种感觉 对 好多人吃完红薯不舒服 好多人都这样的 后来一位 这事能解决吗 这事能解决 太简单了 怎么到您这什么事都那么简单 特别简单 那我们看看您怎么帮李征解决 特别有代表性的 这个吃完红薯会烧心的问题 还是请张老师在台前来 看看您会怎么做 这个问题特别简单 你这样是干嘛呀 这样的话呢 我就想咱们把它蒸熟了 做成饭 红薯过去都是粮食 有那个玉米 这个叫什么 红薯粉 红薯面 这种现象 这个呢 我就是在这给大家演示一下 把蒸熟的红薯给它 这么弄成这种泥 倒碎成泥 放上一点什么磅的面 有吧 这就是粗凉了 咱现在呢 没磅的面 放点白面 这样这有点黏 你要是放磅的面 是再好不过了 知道吗 那这是要做什么呀 做成饼啊 红薯饼啊 就在做饼 就这样就能做饼了 对 到了那个 在深秋的时候 或者入冬以后 那个红薯就更好吃了 水分更大了 这样做起来的话 就相当于是把这个 很好的两个粗粮 都给它放到一起了 这个我其实原来呀 就是做的时候 就做的挺好看的 这个现在的 咱就不用了 要放油吗 不用 不粘锅 油也不放 不用 就捏成一个小圆圆 我做的这个活法 都是比较粗的 而且呢 是比较省事儿的 就懒人的办法 而且非常快 这个棒的面最好 这个白面有点黏 不是说要解决 那个烧心的问题吗 对 做成这种红薯饼 就不烧心吗 这种红薯饼呢 放上一点这个 这叫什么 面了以后 它就烧心的程度差了 再一个 为什么要一点盐呢 这个盐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 就在后面的时候放进去 它就可以有了 再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出来 用一点椒盐 那或什么蘸着吃 也可以了 怎么样就可以 其实如果 你要是想要是觉得 你看它这个上来 有一个气 当把这个气 特别少了的时候 它的水分就少了 所以它就烤了 就比较干香 两三分钟 其实就可以是吧 对 多快呀 没有鼓起来的这种感觉 看看 它没有放任何的那个 什么小苏打 也能够起 像起来那种泡泡的那种 但是感觉不是那么很鲜腾 是吧 其实要是放一点 它还可以稍微鲜腾一点 好好 太烫 太烫 真的好好吃 谢谢展老师 太好吃了 我们试着秋天下来的这个红薯 再说一说 除了这么好吃的红薯之外 看看秋天 还有什么薯类的东西 大家也特别喜欢 芋头 芋头 对吗 对 太对了 您觉得这大芋头够大吗 可以吗 送给您啊 当作一个小奖品 您看送给我们刚才10号观众芋头吧 有的观众不干了 你说光给你们吃了 那我们还没吃着了怎么办呢 这还有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送给这边的朋友们 那我们吃的芋头得想一想 到了秋天的时候啊 吃这个英地菜呢 一定是有道理的 因为它可能适应这个季节的需求 那我们吃芋头 您知道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看下一题 那芋头有以下啊 哪一种功效 看看大家是否清楚 它是养胃 补肾 还是能够驱失呢 看看大家的选择如何 那我们看看大家的选择啊 我们观众是不是知道呢 原来真的很少吃到芋头有什么作用 大家觉得补肾啊 补肾啊 是不是有这样的作用呢 无限级提示您健康之路 精彩继续 他们好吃 但是拨起皮来真费劲 核桃怎么做能去除色味 栗子怎么吃 补肾效果最好 巧用坚果来养生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这里是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吃啊 一定要吃出道理来 我们看看芋头呢 它主要是 咬下味道 对 其实呢 从芋头的营养成分去看 芋头咱们吃起来觉得特别糯 特别细 是吧 要比红薯还要细 其实它的一些碳水化合的颗粒 包括一些营养素的颗粒 应该都非常小 按照现在的时髦的话题叫纳米技术 当然它没有那么小 就形容它相对的细一些 所以吸收起来相对的好一些 不会给胃增加太大的负担 它好消化 对 这是从营养素的这个角度上去讲 那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 这个呢是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呢 他的这个胃啊 他自己觉得长东西了 已经活不长了 但是呢到各个医院去做了一些胃镜的检查 都没发现问题 就告诉他他就是一个胃炎 还到不了溃养的程度 但是呢他非常非常的难受 到我们医院来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我觉得大夫在瞒着我 后来我说呢 瞒着你也好不瞒着你也好 怎么和你说你都不听 那这样你听我的 吃三天 每天吃六顿饭 有的时候三顿煮饭 有点馒头有点菜 但是这个芋头 到了家餐或者是主餐 都会给他一个小的 没有两个的时候 或者是顶多特别小的两个 一般情况就给他一个人吃的 一天以后 我今天这个胃怎么没疼呢 一晚上都没疼啊 你知道是胃什么吗 那不是您刚才提到 它好消化吗 养胃吗 对 它养胃 其实呢它里头 你不觉得这个芋头里头 有一点黏黏糊糊的 这种东西是吗 是 其实有一点点黏蛋白 它也有一些造素的 这些东西 实际它对胃酸有相对的 有一点点抑制 同时呢 它可以有一些修复 这种黏膜的成分 那我们还是想请张老师看看 你有什么好的这种做芋头的办法 来 有请张老师到台前了 我今天呢 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芋头啊 在南方把它当土豆用 我们在北方呢 就这么蒸的蘸糖吃 或者是南方用那个什么 红糖玉苗啊 我一要到南京去的时候 我保证吃这个 那种特别小的小芋头 年轻途途的好吃值了 对 没错 没错 在有的时候会把这个芋头呢 切成片和肉蒸的去吃 对 我呢 就跟你想养胃嘛 咱既然要养的时候 在秋天的时候 我们呢 用它做个汤 芋头汤 对 这个很少吃啊 那这个芋头汤怎么做呢 我们一般情况 我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不以味道为主 而是以它的养味的功效为主 所以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要是为了 让它食物更好吃 味道更好 我们一般情况下 选择的是什么呢 选择的是 呛一点锅呀 有一些油啊 让它去更香 这样的话呢 更好吃 如果我们要起到一个 养味的效 功效的这个作用的时候 就不以味道为主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 对它这个功效不利的成分 我们就会去掉它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这是主 是能够更好地 发挥它养味的功效 对对对 我看到配料当中 还有姜丝和这个是 火腿肠 火腿肠 对 这样的话呢 我们选择一点姜丝的原因呢 是这样呢 根据不同的人 如果这个人 胃有点寒 胃有点寒 我们就选择一点姜丝放进去 如果要说这个人 胃比较热 那我们这个姜丝就不放 对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这个煮到了 快好了的时候 我们呢为了 让它更好吃 我们可以放一点这个 火腿肠 以前煲老鸭汤的时候 就会往里面放那个火腿肠 火腿肉 而且我给你说这个 特别的鲜香 对了对了 这个火腿肠在这里头 起到啥作用吗 你现在不认为了 调味吗 对了调味的作用 一个是调味 一个是调色也很好 其实就我个人来讲 我不是很喜欢吃火腿肠 但是要做汤的时候 有时候放一点 就是当味道是有 那这会儿我们就可以放一些 姜丝这种暖的东西 来调整一下了 对对对 而且姜本身也是养胃的 没错 它可以去治疗一些 脱胃 肺炎啊 或者有一定的杀菌的作用 就这么简 这需要熬煮很常识 这个要把它煮熟 要把这个芋头煮熟就行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开锅了 来 盐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红薯饼就点这套 我跟你说今天晚上 绝对弯的 先到这 开锅了